从高处远眺台北101 利用光影变化记录城市之美 或是走在三间步道 四周一片绿意 让人忘记都市成销 台北市从平地到高山的多样画景观 透过摄影师的镜头 完整呈现观众面前 台北市公务局在去年规划完成 环绕台北市的台北大众走路线 路径总长有92公里 沿途有山林线 古道和市区道路 号称是一生一次的撞游路线 已经有超过3800位民众挑战完成 市府还特别举办摄影比赛 希望透过一张张美景照片 吸引民众一起出游 我们希望台北的天空够冷 云够白 然后厕所够干净 然后步道好走 其实这个都需要时间慢慢去做 所以后来有个叫台北大众走计划 我们还是鼓励我们的市民朋友去走 想亲近大自然不必舍尽求远 台北市多条古道秘境 就能放松心情 达到运动效果 现在使用践行笔记APP 记录走完全程轨迹 还能参加抽奖活动 有兴趣的民众 可以上台北大众走 粉丝专业查询 记者邱世民采访报道